第零四分妖章 单挑 昆仑静 中月一路飞驰 风驰电掣 如同一轮红日闯入神话般的昆仑世界 顿时惊奇不知多少飞行走兽 还有稀奇古怪的炼骑士 山剑中一匹神血双翼天马 听到头顶的雷声 急忙抬头看去 只来得及看到两道金光 天马急忙飞上高空 明眸看去 却见两道金光 追着一轮红日远顿而去 不由吓了一跳 化作一尊马手炼气势 什么家伙 速度居然比凤凰不慢 甚至还要快上一线 好惊人的速度 一座洞府之中 冲出一尊通神镜的巨拨 身材伟岸 足足有千丈之高 抬头看向中月和两头大鹏 师生道 昆鹏神族和三族金屋 我昆仑虽然神族众多 但是何时多出这两个种族 夸腹山 夸腹山 快快出来看太阳 中月在空中急驰 秋劲被他色入自己的原神秘境之中 护住秋劲 他的飞行速度太快 快到他自己的肉身都扛不住 皮肤肌肉被撕裂 五脏六腑 如同被狠狠捶击一般 若非他奎龙神族的修成不死之身 只怕早就在空中解体了 秋劲的修为实力虽然不弱 肉身也极为强大 快要修成不死之身 但是也扛不住如此续猛的飞行 所以中月只能将他藏在原神秘境里 而在他身后 彭经一彭千秋的速度更快 两人身躯越来越大 渐渐膨胀 化作千里昆蓬 震翅狂飙 速度快地吓死人 千山万水一晃过 中月即便施展法天向地 大小也不过百丈 而昆蓬生就极为庞大 神力无匹 速度更是无双 此刻彭经一彭千秋现出原形 速度顿时大增 与中月的距离不断拉近 眼看便要追上 中月身躯猛的一沉 向下方坠去 下方是一片汪洋大海 比东海还要大 浩瀚无际 海中神岛如同群星错落 中月轰隆一声坠入海中 身躯斗变 化作一条金色巨龙 长达百丈 摇头摆尾冲入海底 飞速游走 在我昆蓬神族面前 还想用水盾 两头金翅大棚 如剑般坠入海中 落入海水中 掀起滔天巨浪 向四面八方拍击而去 将一座座神岛淹没 巨浪中 两条黑背轻身的大鱼跃出 扎入海底 两头金翅大棚 赫然是化作昆参 长达千里 从海中追击中月 中月逃了片刻 便见两头大昆追上 急忙摇身一晃 化作一头大海丘 龙岭海丘 形状如龙如蛇 滑不留守 也是一种神族 嘴巴上长着八条肉须 一头扎入海底的泥沙之中 顿地而去 两头大昆沙来 猛地顿住 化作巨人 一拳一拳 向海底地面轰去 轰得大地裂开 岩石粉碎 中月在地底穿行如飞 突然闷哼一声 被彭金翼和彭千秋震伤 又是摇身一变 化作火销神族 扎入岩浆之中 这才躲过两人的轰击 他沿着地底岩浆流穿行 奔行千里 猛然化作沟蛇神族 钻出岩石 冲天而起 又身躯一摇 变成三族金屋振翅而去 彭金翼和彭千秋冲出大海 抬头看去 只见千里外大日升腾 中月夺落而逃 两人心中不由骇然 这丝 到底是什么种族 彭千秋难难道 人族不会这么精通变化吧 快追 彭金翼化作大鹏冲天而起 向中月追沙而去 冷笑道 就算这小子变成了一朵花 也无法逃脱我们的搜天诀 两人飞速惊人 过了片刻 便又将距离拉近许多 中月顾忌重施 郑玉钻入大地之中 突然彭金翼怒笑一声 探手向地面压下 只听鸵鸵鸵的爆响不绝 但见地面被一道道图腾纹链锁住 露出金灿灿的颜色 当 中月撞在地面上 撞得头晕眼花 他化作沟蛇神族 竟然也没有钻入地面 轰 轰 两声巨响传来 彭金翼和彭千秋坠地 一左一右 将他困在中央 面色不善 中月起身 身躯缓缓变化 从沟蛇化作寻常模样 笑道 昆鹏家的两位师兄 大家相识一场 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赶尽杀绝 赶尽杀绝 彭金翼冷笑道 就是要赶尽杀绝 臭小子 交出神异刀 我们只吃掉你 不折磨你 不交出神异刀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中月挺直身躯 冷笑道 原来昆鹏神族 是这么做事的 连一个法天境的练骑士 也要两位巨博追杀 让我不禁小觑了 大名鼎鼎的昆鹏神族 我还以为所谓昆鹏 是敢于龙族一争高下的汉子呢 你们若是有种 那就单对单 我若是处了 要杀要寡 任由你们处置 彭金翼 彭千秋对视一眼 彭金翼笑道 也好 让他死得心服口服 我来斩他 千秋 你在一旁看着便可 免得这小子逃脱 彭千秋远远走开 站在一座山峰上 单足立地 另一族收入鸟毛中 冷笑道 有我在 他哪儿也去不了 中月神情肃然 身躯微震 化作伏析真身 额头神眼开启 请 彭金翼化作彭首 金翼神人 一言不发 与异如刀 刀光连成金色光幕倾泻 向中月斩下 这一刀 绚丽无双 刀光之中 是一口口彭与金剑 无数剑光组成的刀光 刀光尚未落下 便见四周土地 嗡嗡嗡裂开 中月背后 一座山巒 突然平平分成两半 这一刀斩落 中月周身 无数图腾纹浮现 化作一口半透明大钟 只听当的一声钟响 彭金翼这一刀 劈在绍号中之上 顿时将这口 大钟展开 切成两半 神魔夜 中月周身神魔 太极图浮现 双掌因着斩落的刀光推去 将这一击挡下 被阵的气血翻腾 永动不休 彭金翼的刀光 切入太极图中 阴阳变化 神魔逆转 将这一刀的 微能炼化吸收 巨大的金色羽翼 切穿神魔太极图 露出血量不满 锋利坚韧的刀身 顿时难以为继 好像你只会这一招吧 彭金翼哈哈大笑 神后另一张翅膀 抡起斩下 两张翅膀 如同两口金灿灿的大刀 轮番斩向中月 急如狂风暴雨 让人目不暇接 当当当 中月连连观想绍号中 绍号中一次 又一次被金鹏双翼展开 中月一次次施展神魔一抵挡 将彭金翼的攻击 悉数挡下 被震得连连后退 死吧 彭金翼杀至跟前 双翼金刀倾泻如铺 切开神魔太极图 剖开绍号中 一拳向中月轰去 这一拳大气磅礴 只见他身后 顿时浮现出黑色怒海 惊涛裂空 赫然是木耀星 最为狂暴的海洋巨浪 被他观想出来 化作一拳之威 这是神通威力惊天动地 与祖星上的神通相比 更加惨烈 更加霸道 简直是将木耀星的 狂暴海洋再现 怒涛吞天 中月脸色巨变 陡然抱贺 只见神魔太极图旋转不休 突然一尊尊神魔 出现在太极图的四周 足足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神魔 形态各异 各种神 各种魔 先毫必现 唯妙唯笑 环绕太极图 向图中的中月魔拜 万神朝拜 戒 中月声音如龙吼 双手抱拳 向前攻身一拜 轰隆 巨响传来 中月双拳与彭经义的那一拳 怒涛吞天撞击 滔天海浪向后倒卷而去 怒涛吞天被声声破去 中月嘴角一血 一道金鹏羽翼 擦着他的脖子窃下 切过他的胸膛 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 彭经义身躯晃动 心中一惊 突然只见中月脑后光轮晃动 丘劲手持彭与金剑闪电般射出 吃得一剑切在他的羽翼之上 无数彭与翻飞 被金剑斩成两段 丘劲只切下三分之一 便感觉再难切下去 却在此时 中月踏前一步 爆喝一声 向前攻身便拜 万神朝拜 祭 神魔太极图四周的万尊神魔 奇奇膜拜 中月气血滔天 这一剑的威力更强 直接轰击在彭经义胸口 彭经义胸口塌陷 口中吐血 丘劲一剑飞起 刺在他的眉心 挺剑向他脑浆中刺去 彭千秋怒吓 纵身扑来 气急而笑 臭小子 你不是说一对一吗 万神朝拜 祭 中月再拜 彭经义高高飞起 向后倒地而去 轰隆一声 撞入一座山峰之中 生死不知 中月转身 向彭千秋攻身一拜 长生笑道 我说了 你便信了 彭千秋怒吼 身化金翅大鹏 双翼遮天 与中月这一击 万神朝拜硬汉 两人身躯大阵 中月一口鲜血喷出 向后跌去 丘劲原本站在他的肩头 突然破空而出 一剑站在金翼之上 断雨纷飞 彭千秋吃痛 闷哼一声 语意震动 将丘劲向后弹去 中月人在半空 突然摇身一幻化作三足金屋 脑后光轮温温转动 丘劲被弹来 落入他脑后光轮 进入原神秘境之中 三足金屋震翅而起 破空离去 彭千秋起步要追 突然翅膀吃痛 指得降落下来 彭千亦冲出那座山峰 额头留下一道蟹线 正要振翅而起 只觉翅膀上的伤口撕裂肌肉 连忙停住 两位真灵巨拨怒火滔天 气得破口大骂 这小子让我们讲规矩 他自己却不讲规矩 埋伏个小娘皮暗算我们 好在伤势不重 养好了伤 跑不了他 第零四三二章 天无尊神 夜幕降临 中月和秋剑 抬头看着空中挂起的三轮月亮 心中不仅生出光怪陆离的感觉 突然又有一轮月亮升起 然后又冒出两个月眼 六轮明月 昆仑果然是独立的事件 不是祖星 秋剑脸上的兴奋之色难掩 师哥 这里的好吃的 一定和祖星的不一样 他们甩开彭千秋和彭金翼 一时片刻间 又寻不到西王母国 只得趁着月色赶路 中月点头 突然原神化作三足六目星蝉 六目星蝉大口张开 吞吐月光 月华如铺 滚滚落下 让他顿时只觉 在这里修炼比在祖星上更快 效果几乎可比 直接跑到月亮上修炼了 而且 这里修成月灵的炼气室 想来也要比祖星上的炼气室 要强大许多 而且 月灵一定更加多姿多彩 会有种种形态 最为奇特的是 六目星蝉的六只眼睛 恰恰对应天上的六轮明月 明月的月光照耀 让中月顿时 只觉自己的六目星蝉 得到飞速成长 六只眼眸中 浮现出更多的图腾温暖 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 这是六目星蝉原神觉 在祖星上 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 昆仑对于修炼月灵的人来说 绝对是无上的宝地 中月心中纳闷 南南道 奇怪 昆仑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会比祖星更方便修炼 昆仑比祖星大了太多了 丘吉尔东张西望 道 我们飞了这么久 好像也仅仅是昆仑的一角 没有飞出这片大路 中月点头 昆仑庞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恐怕比目药星还要大了几圈 不过比目药星幸运的是 目药星上到处都是汪洋 而这里则像祖星一样 有着陆地山巒河流 能够让生命存活 这里 好像有一股天地气息 星火借助中月的双眼打量四周 低声道 奇怪 除了祖星 难道这里也出现过天地 中月飞灵一座荒废的神庙 突然停下脚步 降落在神庙前 打量神庙前的两座神像 这两座神像上的金箔 都已经斑驳脱落 手臂断了三条 还剩下三条手臂 不过真正引起她的好奇心的 是神像脑后竖起的金轮 六道金轮 这里的神像 有六道金轮 不是五道 中月面色凝重 打量六道金轮 脑后嗡嗡作响 也有六道光轮浮现 徐徐转动 难难道 祖星上知道六道轮的寥寥无几 修成六道轮的 更是只有我和风孝中二人 而这里随便遇到一座神庙的神像 便有六道轮 赤血也有六道轮 丘劲突然道 他进入小区空中 挑战神话榜时 我见到过 中月身躯危阵 难难道 难道昆仑的炼气室 都可以修成六道轮 开启六大秘境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昆仑的炼气室 恐怕比祖星的炼气室 要强大太多了 祖星处于第一六道界 第一六道界的六道轮回 已经被毁 无法修成第六轮 难道昆仑不在第一六道界之中 不对 不对 我见过的那些凤族的炼气室 却没有开启六道轮 当时凤族的炼气室 陪伴赤血 来到祖星的南荒火都 中月见到过这些凤凰的光轮 继续飞起赶路 突然一股神威冲天而起 向远处顿去 中月和秋剑都是心头一跳 这是一尊正在赶路的神 两人连忙追上前去 只见那尊神 坐在一辆八头 骏兽拉着的宝碾之中 飞驰而去 神威庄严 两位小友 为何追赶我家老爷的坐驾 一头骏兽回头 却是一头被插双翅的金毛猛虎 这是金光吼族 也是神族中的一种 中月心头微动 这八头金光吼 竟然都是法天境的存在 气息极为强大 修为实力不见得比他弱了 那头金光吼笑道 我家老爷虽然好说话 但是你们 若是冲撞了我家老爷 就有些不太好了 不过你们速度倒是很快 居然能够追得上我们 秋剑儿乃然 道 我们没怎么见过神 所以忍不住前来见一见 原来如此 真是小孩子家家 见到神变大惊小怪 那头金光吼笑道 我关你们修为实力都是不弱 应该是师出名门罢 我们老爷应西王母之妖 居付摇池盛会 所以趁夜赶路 没想到 你们小两口 却还不去睡觉 追着我们四处乱跑 秋剑儿脸色羞红 偷偷看了中月一眼 低声道 现在还不是小两口 你们要去西王母国 我们也打算去西王母国 只是不知路径 你们果然是刚刚出门的菜鸟 另一头金光吼笑道 居然连西王母国也不知道 真不知你们师父 怎么教你们的 也罢 你们坐到车员上 我们带你们前去 只是不要惊动我家老爷便好 他正在养神 若是惊动了他 将你们赶下去 我们也不能帮助你们 中月心中诧异 没想到这尊神和他的坐骑 都是这么好说话 当即呈现 登上这辆宝脸 拉着宝脸的八头郡兽 是一窝子金光吼 你一言我一语 说起摇池盛会 道 西王母国 是咱们昆仑中的大国 女子为尊 所以 每一代国主都是王母 这次摇池盛会 据说各路诛神 都要去前往参拜 摇池盛会千年一度 若是赶不及 那就要错过了 中月问道 有多少神前去赴会 那就多了 一头金光吼笑道 大大小小的诸神 也有一两千尊吧 中月吓了一跳 一两千尊神 昆仑竟然有这么多神明 祖星上活着的神魔 满打满算 才二十来尊 而这里竟然有一两千尊 活着的神明 昆仑到底是什么地方 今年算是少得了 据说当年昆仑天庭 还在的时候 有十万八千尊神魔 前来赴会 那头金光吼笑道 当年轮回大圣地 在这里总览朝政 有资格前来赴会的 都是有头有脸 了不起的存在 而现在的摇池盛会 是尊毛神都可以参加 大不如从前 小五 你说这话 是说 老爷我也是毛神吗 宝脸中一个声音传来 不悦道 中月连忙起身 向车中见礼 道 晚辈中山是中月 见过前辈 秋剑也连忙见礼 宝脸车连开启 里面空间极大 有如宫殿一般 浑然不像外表 看起来那么狭小 只见一位少年 坐在宝座上 携以扶手 手脱下巴 这尊神人有些动怒 训斥道 在我面前 这样说话倒还罢了 若是遇到其他通道 你们还满口毛神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少说也要将你们 抽筋扒皮 几头金光吼连土舌头 道 我们知错了 那尊神人笑道 罢了 老爷不和你们计较 两位小友请进 钟月和秋剑对视一眼 走入车内 那尊少年神人伸手倾台 只见两个铺团出现 请两人坐下 道 这一路上 我有不少仇家 估计免不得动手 还请两位小友担待一些 钟月疑惑道 尊神也有仇家 有不少 这尊少年神人有些头疼 道 原本是没仇的 就是我家的八个小兔崽子 四处胡喷 招摇惹事 今天骂了这个 明天嘲讽了那个 后天又群殴了另一个 人家长辈找上门来理论 我又不好 将他们扒皮抽筋 只好单待下来 于是仇家就越来越多 钟月和秋剑忍俊不禁 他倒看这几头 金光吼很好说话 不太像惹是生非的拙 没想到 居然这么能惹事 不过话说回来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与神明交往的也往往是神明 这些金光吼跟着这尊神人 估计来来往往见到的 也都是神人和神人的麾下 有些小打小闹 也是免不了的 这尊少年神人笑道 我名叫天吴 前不久才修成纯阳 但仇家就有一大堆了 这八个小子 是我抱养的 都是破嘴 虽然嘴破 但是心肠不坏 钟月好奇道 敢问尊神 我听到 你们刚才说昆仑天庭 敢问前辈 是否可以详细说说 你不知道昆仑天庭 天吴差一道 我们昆仑 原本便是轮回大圣地建立的神朝 十万年前轮回大圣地驾崩 有邪神作祟 打坏了昆仑天庭 不知多少神魔葬送 不少神魔驾驭天庭残片逃脱 其中最大的一款 便是今日的昆仑了 我仇家来了 你们稍等 我去去便回 车外传来金光吼的声音 高声道 老燕 火正在私前来找你寻仇来了 这混蛋居然还记仇 不就是上次去了他们家 吃了他几株灵药吗 闭嘴 天吴杀出宝年 呵斥道 你们明明是将他的灵药圆毁了 不是吃几株灵药而已 钟月和丘吉尔走出宝年 只见天吴与另一尊神魔 在半空中大战 天吴化作八手八面 八足八尾的虎身神魔 掀起滔天神水 而另一尊神魔 则是化作八手火鸟 掀起熊熊神火 两尊神魔在半空中交锋厮杀 天昏地暗 不必看了 拉车的八头金光吼齐齐笑道 他们斗了十几次了 也是谁也不能奈何谁 咱们先走 老爷过一会 并会追上来 八头金光吼拉着宝年 飞驰而去 将天吴远远丢在后面 哎呀呀 糟糕了 八头金光吼奔行数万里 突然停顿下来 其中一头高叫道 老爷 你的另一个仇家 五名尊神道了 钟月抬头看去 只见一尊千臂神魔身后 被满了刀枪剑戟抚跃钩插 足足有千口魂兵 杀气腾腾地拦在前方 天吴风急火燎地从后方赶来 高声道 五名师兄 切莫对他们下手 你我一决 那尊千臂神魔杀来 后方又有火证尊神杀来 合力向天吴功去 八头金光吼拉车便走 钟月不禁有些忐忑 道 八位仁兄 你们家老爷 死不了 八头金光吼笑道 我们老爷已经习惯了 咱们先去摇池盛会 他要不了多久 就会赶上来 第零四三三章 摇池盛会 天吴尊神摊上这八头做棋 给他拉仇恨 也是够头疼的了 钟月和秋剑都是无语 钟月心道 刚才天吴尊神说 这里曾经是昆仑天庭 轮回大圣地 在这里处理政务 那么 这里便是第六道界的天庭所在 我在开启六道轮时 见过第六道界毁灭时的情形 当时有尊无比邪恶的存在 从六道巨神的头颅中走出 灭绝天庭中的一切神魔 当时钟月看到天庭崩碎 一切都分崩瓦解 其他六座天宫 也各自毁灭 昆仑 昆仑 应该便是那些天宫天庭碎片中的一片 带着诸多神魔逃过了一劫 在这里建立了一片乐土 不过昆仑静如何与祖星相连 为何可以从祖星进入昆仑 还有 祖星上的神魔种族 是否也是来自昆仑静 亦或者从其他地方而来 最为关键的是 当年逃生的那些神魔 他们神通广大 说不定见到了那尊邪恶存在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或者传说 钟月寻思道 还有 六道轮回被打碎 那么昆仑静 是不是与六道轮回碎片很近 能否寻到六道轮回的碎片 如今的西王母国 与当年的轮回大圣地 有没有什么关系 在昆仑中 如何能够修成六道轮 能否知道更多的秘星 他心中有着太多的未知需要解答 只是天无尊神不在这里 他心中的疑惑 只能是疑惑 突然八头金光吼嘀咕道 三 你说 咱们如果再遇到老爷的仇家怎么办 老爷抵住火阵和五明 便已经够呛了 虽然死不了 但是受伤是难免的 万一再遇到一尊神 咱们就死翘翘了 依我说 还是不要拉着这辆破车 老爷这辆破车太招摇 是吸引仇家的力气 对 收了车 咱们也变化一番 免得被认出来 这八头金光吼突然收了双翼 一个个肉身变化 没过多久 中月和秋劲面前 便多出八个金毛小老虎 长短不过持续 都是虎头虎脑 活泼可爱 就是屁股后面 还长着一条长长的老虎尾巴 小小的翅膀 金光色 很是夺目 秋劲忍不住摸了摸 其中一头金光吼的翅膀 只觉毛茸茸的入手 很是舒服 那只小巧的金光吼 也很是舒服 在他腿脚上蹭了一下 一群小老虎跑过来 像是小猫般 在少女腿上蹭来蹭去 难怪天无尊神 舍不得承介 这些小家伙 中月哭笑不得 心道 不过 他们都是法天静的巨头啊 放在我见门中 就是长老级的人物 哪能这样不注重身份 若是祖星上的法天静巨头 也像这么可爱 我也要养一窝 别闹了 别闹了 年纪最长的那个小老虎 满脸严肃 换住这些胖虎仔 正色道 咱们还有正事 等到了肖母国再说 八个胖虎仔收了宝年 这些金光吼都是以天为行 无父无母 天无给他们取名 也是简单得很 天一 天二 天三 天四 一直到天八 两位师兄 咱们走 中月和丘吉尔凌空飞行 速度倒也不比坐车慢 只是没有坐车舒坦 八个胖嘟嘟的小金光吼 围着他们飞上飞下 嬉闹不已 突然 一个胖嘟嘟的金光吼 取出一张小琴 横在膝上 其他七只胖虎仔 仰面躺着 围绕着中月和丘吉尔 向后倒飞 短小的翅膀不断拍动 琴音响起 又如少女的情思 少男的遐想 琴声响 歌声起 虎仔们唱道 绸缪树星 六月在天 今夕何夕 见此良人 子夕子夕 如此良人和 绸缪树处 六月在余 今夕何夕 见此谢后 子夕子夕 如此谢后和 绸缪树处 六月在户 今夕何夕 见此灿者 子夕子夕 如此灿者和 丘吉尔和中月 被骚得满脸羞红 这歌说的是 小夫妻拜堂成亲 今夕何夕 春宵一刻 小夫妻该如何亲你 中月和丘吉尔 都没有经过这等事 心中都是怦怦乱跳 好在这些小家伙 不是特别捣乱 唱了一番之后 没有真的让他们洞房去 待到日出时分 众人终于来到西王母国 中月向前看去 只见凤妻梧桐 龙前深海 这西王母国 简直是强者辈出 随便一座庙 一座宫殿 都有强大的巨拨气息传来 鼎盛至极 对他来说 简直如同进入神话世界一般 突然 神威传来 恐怖的神威从天而过 楼船宝拧 锣鼓升轩 却是几尊神明赶来 向一座神山方向而去 那座神山如同天柱一般 高高耸立 云雾缭绕在半山腰 剑门山虽然巨大 高不可及 但是与这座神山相比 则显得小了许多 如同牙签一般细小 而在神山之上 庄严肃木的神光 如同波纹动荡 照耀当空大放光明 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座 金碧辉煌的神宫神殿 威额宏大 有如众神所居之地 那座神山便是昆仑山 是我昆仑境最有名的圣山 也是西王母国的天宫重地 天一正色道 今天不许惹事 咱们是来给老爷长脸的 不是来给老爷丢脸的 能偷吃东西吗 是不是偷东西 只要不被抓到 便不是丢老爷的脸 遇到仇家怎么办 我们能揍他们吗 我们可以嘲讽 长得丑的家伙吗 看到可口的家伙 可以吃掉吗 听说西王母的盘套园里有神药 七只金光猴 你一言我一语 说个不停 天一被吵得头疼 猛然大吼一声 七只金光猴 这才安静下来 钟月和秋劲哭笑不得 心中暗暗同情天无尊神 这尊神应该还很年轻 有着大好的前途 没想到摊上这八个火宝 凭空惹来许多敌人 不过八只金光猴也确实可爱 让人难能生出怒气 当然前提是 不要惹到你的头上 钟月和秋劲 与这群金光猴 向昆仑神山上飞去 飞了两久 这才到半山腰 心中不禁骇然 这座神山到底有多大多高 又飞了小半日 这才来到山顶 来到这里 钟月和秋劲 心中更加震撼 宫殿重重 都是当年众神所居之处 尽管过了这么久 神威也不曾散去 这些建筑竟显微额景象 当年的众神 就是在这里 打理六道星域的一切事物 维持第六道界的运转 谁人打造了三千六道界 谁人创立了三千个六道轮回 又是谁人毁灭了第六道界 屠杀了众神 封印了福西神族血脉 来到这里 钟月仿佛见到了十万年的光阴 从自己面前缓缓流逝 他走在这片天宫中 仿佛走入了这十万年的历史之中 沉重 苍茫 大气的历史 这里便是西王母天宫 天一比较老成 咱们去瑶池那边看看 等老爷过来寻我们 到了瑶池那边 说话行事都须得谨慎 能够进入瑶池的少说 都是诸神的弟子门生 千万不能再给老爷招敌了 老爷至今未到 不会被打死了吧 天四眨眨眼惊道 对了 钟师兄 你们打算去哪儿 天一不理会他 向钟月问道 钟月心中微动 道 我们也打算去瑶池 众人一起赶往瑶池 没过多久 只见一片金池声波 瑰丽景象出现在他们眼前 巨大的云朵 飘浮在金池之上 云朵之中 垂下如山头般的中乳 几朵云 便有几座中乳状的山头 山头向下 五彩缤纷 飘浮在金池水面上 万云飘浮 凌云中乳多达万计 云朵上形成广阔的云台 玉栏杆 金亭雨 玉山飞桥 藤云架雾 有如圣经一般 有台阶可以登上云台 那云台上 早有不知多少 来自各族的炼气室云集 很是热闹 钟月和秋劲等人登上云台 放眼看去 各族炼气室 如同生活在云上 没有任何烟火气息 钟月四下看去 心中凛然 这里的炼气室 来自各族 都极为强大 放在祖星上 都可以说是唐主长老级的人物 而且 这些炼气室 皆是神魔的弟子 相通的境界 修为法力更强 实力更胜一筹 比祖星的炼气室 有着更好的功法和神通 甚至魂兵 人比人气死人 心比星 也要气死星 不来昆仑 真不知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钟月心中感慨 八头小老虎钻来钻去 突然一声惊叫传来 天忆沉着脸 向天忆怒道 吐出来 天忆无辜地眨眨眼睛 腮帮子鼓鼓地 一脸无奈 天忆勃然道 我看到你吃了 快吐出来 天忆张口 将一位炼气室吐了出来 那位炼气室 不知是什么种族 被吐出来后 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浑身湿漉漉地站在那里 这位师兄 抱歉 我没看住我低点 老三 你敢吃掉那位师兄 我就和你拼命 钟月和秋劲无语 秋劲低声道 师兄 我觉得 咱们应该离这八只小老虎远一点 钟月点头 心道 我能惹事 这八个家伙 比我还要能惹事 还是先打听一下 赤雪和英女的下落 赤雪和凤凰一族的炼气室 那么 只要寻到凤族炼气室 便可以寻到赤雪他们了 第零四三四章 以德服人 摇持云台 还有摇持金台 那里 便是众神才能进入的地方 时不时有什么远道而来 被一道红光借引到金台之中 炼气室 则是没有这个身份地位 只能待在云台上 金台上 神光动荡 如同五颜六色的光木瀑布 远远看去七彩缤纷 神威则在金台上晃动不休 却没有传出金台 但让人 只觉阵阵心静 希望母国在昆仑境中的势力 还真是大得无法想象 若是我祖星的那些宗主 门主 大祭司来到这里 恐怕连登上摇持金台的资格 都没有 忠越心中暗暗吃惊 与祖星相比 这里的神魔 留下了太多的底蕴 远非祖星所能匹敌 祖星上的那些巨无霸在这里 恐怕都是登不上台面的人物 不过祖星的没落 也与史上出现的巨无霸太多有关 这些神魔中的强者 炼化祖星的空间 让祖星能够居住的领地越来越少 从一个浩瀚无垠的世界 变成如今的不起眼的小星球 比如夏侯 便炼化祖星的一部分空间 变成小虚空 这片空间 比现在的祖星 还要庞大几分 还有其他各个神魔 你炼化一块 我炼化一块 导致祖星越来越少 这其中做得最过分的 恐怕还要数前往祖星寻根 最终将自己葬在祖星上的 伏西式的天地 一招朝天地的地灵 恐怕瓜分了祖星的绝大部分空间 就连轮回大圣地 这个不是伏西式的天地 也将自己的地灵放在祖星 还擒拿一颗颗星球 环绕地灵 这地灵的空间 比小虚空还要大了不知多少呗 实难想象 这些空间若是释放出来 祖星会变成什么模样 忠越和秋剑四处搜寻 还是没有寻到凤族炼气势 心中不经纳闷 那八只金光猴 则是跑得无影无踪 摇齿云台上景色秀丽 忠越和秋剑 也并非是急于寻找 四下观篮景盛却也颇为快意 昆仑真是一处圣地 难怪赤雪能够登上神话榜 高高在上 忠越打亮一根滑表柱子 只见上面有着各种图腾纹理 极为深奥 应该是神魔所留的图腾纹 或者神兽纹理 不禁赞道 单单这根柱子 都蕴藏着极为高深的功法 在我祖星上倒是少见得很 秋剑站在另一根滑表前 突然惊喜道 师哥 这根柱子上 好像刻着的是木林的图腾纹 忠越上前打亮 眉心第三神眼开启 打亮上面的图腾纹 眼睛一亮 笑道 这木林图腾纹中 蕴藏着一门很厉害的神通 若是能够参悟出来 对你颇有弊意 他细细参悟 过了片刻 将这门神通大致领悟 传授给秋剑 秋剑很是开心 笑道 云台上有这么多滑表 不会每一根滑表上 都有功法神通吧 忠越抬头看去 只见云台广阔 数以千计的滑表耸立 心中微动 一大阵 疑 奇怪 好像是一座传送阵 这么大的 一座传送阵 到底是传送到何处 突然 一阵喧哗声传来 接着便是神通碰撞的巨响 忠越和秋剑寻声看去 只见云台上 有炼气势在交手 心中不禁一动 那交手之地 神通很是霸道 气动山河 诸多炼气势 身形此起彼落 记起一剑剑巨不及 法天级的魂兵 杀得天昏地暗 这里乃是摇池 神微深重 即便是法天静 真灵静的强者 在这里也是被镇压住 一部分修为实力 因此交手的双方 虽然修为实力很势不弱 但是却无法撼动此地的建筑 也无法形成太大的破坏力 毕竟 这里乃是当年的天宫 忠越看了片刻 突然只见一头金光吼 从战斗包围圈中杀出 怒吼一声 声音竟然比龙族还要响亮 震得不少 炼气是吐血 不过这头金光吼随即 又被一只大手抓住 拉入包围圈中 好像是天无尊神坐下的 那八只金光吼 秋剑脸色微变 师声道 这八个家伙 又惹到谁了 怎么这么多炼气士围攻他们 那片战场中 差不多有百十位炼气士 在围攻八只金光吼 看得忠越也是微微皱眉 十哥 秋剑抬头向他看去 露出询问之色 道 他们虽然淘气了些 但是一路走来 对我们颇为照顾 忠越抬脚向前走去 笑道 咱们去见识一下昆仑静的炼气士 都有什么本事 秋剑连忙跟上他 心中有些忐忑 笛声道 师哥 咱们去劝架 将他们分开就好 不要大打出手 忠越点头 道 你放心 我又不是喜欢暴力之人 能够用嘴皮子解决的事情 绝对不用拳头 我想来 都是以德夫人 秋剑吐了吐舌头 细细回想 忠越用嘴皮子解决过哪件事 结果发现 一件都没有 师哥 你真的确定 你从前都是以德夫人 少女问道 忠越不答 走上前去 只见众多炼气士 将天一等八只金光猴困住 打得几只金光猴显出原形 浑身是血 其中几位炼气士 更是已经修炼到法天境的巅峰 向天一等金光猴出手时 不像是在较量 反倒像是在要他们性命 狠辣至极 师妹 你在外面看着 我去化解这段恩怨 忠越吩咐秋剑一声 突然身形一动 化作一道长红闪电般 切入战斗圈 挥袖一卷 将八只金光猴卷起 在众多炼气士到来之前 振翅而去 切开众人的攻击 降落到战斗圈外围 迅捷无比 他这一来一去 快得好像电光一般 让人眼前一花 便将八只金光猴救出 诸位 大家都是同辈较量 为何要赶尽杀绝 忠越挥袖 将八只金光猴放下 向正要杀来的诸多炼气士 抱拳失礼 和和气气道 还请诸位给个薄面 放过他们 诸多强者围上前来 一位马面老者冷笑道 你是谁 忠越谦逊道 中山是忠越 没听说过 那位马面老者冷笑道 你想化解恩怨 上次这几只金光猴 趁着老夫落单 八个群偶我一个 将我骨头打断 不知多少 这件事 你化解得了吗 八只金光猴被打得连连吐血 气息维靡不振 文言抬头上下打量那老者 一口同声道 你是谁 我们何时打过你 那马面老者气急而笑 正要说话 突然天舞台起毛茸茸的爪子 指着那老者 又惊又喜 叫道 哎呀 你不要说 我好像想起来了 过了片刻 天舞台抓到了挠头 一脸尴尬 嫩得道 你是谁 我们做过的家伙太多 实在想不起你是哪个 那马面老者 悲悲地险些一口老血喷出 怒道 我乃是马王尊神的座下弟子 马正风 上次你们八个围我一个 我师尊马王尊神前去理论 天无尊神户短 这才没奈何你们 今日我们师兄弟几个都在这里 正要找回场子 来个公平对决 突然 一位牛手炼气势 面色阴沉 冷冷到 天舞尊神麾下的几只小猫 你们还记得当初 你们去牛尊者那里 有一位奉命看守尊者宝库 却被你们绑起来 严刑拷打 逼问宝库封禁的青四神族炼气势吗 就是我 又有几位炼气势走来 其中一位到三角脸的炼气势冷笑道 还记得当年蛇神尊者的灵药园中 被你们打混的那位羽蛇炼气势吗 又有几位炼气势走来 怒笑道 你们八个小混蛋 考了我师尊与良尊神的座起 他是我师弟 你们将他考得半生不熟 还险些将他吃了 若非没有考熟 我师尊赶过来 我师弟就遭你们毒手了 越来越多的炼气势涌来 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中月不经头大 心道 天无尊神能够活到现在 真是侥幸 这八只金光猴未免太活泼了吧 他看向那八只金光猴露出询问之色 低声道 八位仁兄 你们真的做过这些事 你们谁还记得 我们做过这些事 天一抬起后爪挠挠脖子 询问道 不记得了 其他七只金光猴未去道 我们做过的事情这么多 谁还记得他们 中月无奈 抬头道 诸尾师兄 这几位老地玩心众 不曾害过你们性命 今日被你们打成重伤 你们也算是报了仇 不如就这样结果 诸尾意下如何 秋剑心中一喜 按赞道 诗歌果然是以德服人 那马面老者冷笑道 你说算了就算了 你是哪个 什么中山士 岌岌无名之辈 今日 这八个小东西 都要死在这里 你若是胡言乱语 那就是这八个败烈的同党 一起打死 那羽蛇族练弃士笑道 面子不是给的 而是自己挣得 你想让我们给你面子 自己来挣 中月微微皱眉 客客气气道 诸尾师兄 我该怎么挣这个面子 那青似神族的炼气士笑道 简单 将他们的过错 你抗下来 原来如此 中月气势陡然绽放 气血如同汪洋大海 涛声澎湃如雷 摇身一晃 显出八臂冥王之身 身躯高达百丈 哈哈大笑道 早说要用拳头解决问题 我还费什么口舌 昏伦静的炼气士 我早想领教了 哪位师兄前来赐教 秋剑愕然 南南道 师哥 你不是说要以德服人吗 第零四三五章 五成功力 摇翅金台之上 前来附会的昆仑诸神 云集一堂 神光缭绕 诸神向西王母 献上来自天南地北的奇珍一宝 庆祝西王母万岁大寿 诸神宝像庄严 纷纷称赫 突然云台上传来喧哗声 一尊金甲神人微微皱眉 换来一位神将 询问道 下面在闹什么 吵闹天宫 成何体统 回禀金无尊神 天无尊神的那八只金光猴 得罪了诸多神人的弟子 如今被他们揪住 正在围殴 那位神将笑道 那几个小东西 一向胡闹 天无尊神 乃是最近些年 崛起的年轻神明 但因为他们得罪了不少同道 刚才正是 马王尊神的几位弟子 发现他们 联合其他尊神的弟子 将他们困住 原来是那几只小东西 一旁 马王尊神头后扎着马尾 汗下长着几缕细长的胡须 笑道 这八个小东西 曾经还打了我的弟子 毫不嚣张 如今被我的弟子痛打一顿 也是活该 那位神将道 刚才有一位年轻恋骑士 为这八个小东西出头 如今正与马王 牛尊者 蛇神 与两等尊神麾下的弟子对峙 说是 要将这八个小东西的过错扛下 金台上的诸神来了兴致 纷纷向下看去 却见忠岳与马王尊神的弟子 马正锋对峙 笑道 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帮这八个小东西出头 他是什么来头 不怕死吗 蛇神尊者漫不经心道 关键是 这八个小家伙 得罪了太多强者 连天无尊神都扛不起 更何况他 金无尊神笑道 马王的弟子马正锋 已经得到马王的真传 其他年轻一辈也是不弱 这位年轻恋骑士 是什么来头 竟然敢说 要与诸神的弟子相争 他是哪位尊神弟子 诸多神明纷纷摇头 道 没有见过 金无尊神沉吟道 这是妖神明王的法乡 应该是妖族的恋骑士 这位少年多半来自妖族 今日是姚池盛会的大喜之日 让这些小辈们耍一耍 搏得我们哈哈一笑 也是一件趋势 不过 不能将这个年轻恋骑士打死了 诸多神明纷纷笑道 若是他有性命之余 我们随便一个出手 都可以将他救下 姚池云台上 忠越早就兴奋难耐 自从来到昆仑境后 见到这么多尊神明 见到比祖星更加完整的传承 更强大的恋骑士 不由激起他的雄心 他在祖星上 同境界上已经堪称无敌 同辈之中 除了辟邪 他还没有交过手 其他年轻一辈中强者 已经再无他的对手 说寂寞那是矫情 但是没有同境界的对手印证 只会固步自封 想要进步 想要将法天境研究到极致 便唯有与同辈较量 与老一辈较量 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比如彭迁秋彭金翼 只会用境界压制他 不会公平一战 对他法天境修为 没有多少益处 灵体镜开轮镜 他对手极多 逆开五轮 开启六道轮 将这两个境界 修炼到极致 突破极限 所以才有无与伦比的成就 眼下 他对单元镜和法天境的领悟 便不如开轮镜灵体镜透彻 正是因为对手 在同境界时的修为实力 跟不上他的缘故 他主动将八只金光猴的恩怨 揽在自己身上 不是争强斗狠 而是求道问道之心强烈 想要与昆仑镜的练骑士 讨教彼此的所长和不足 并非是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而求道问道 最为直接的途径 便是直接较量 以武力来验证彼此的长短 昆仑镜的练骑士 传承绵绵不绝 神魔也数不胜数 绝对是一个 让他提升修为 提升眼界的好地方 那位马面老者冷笑道 岌岌无名之辈 不知天高地厚 他身形陡然一变 向后跃出 深化马面神人 只见滚滚的火云 将这尊马面神人托起 威风凛凛 这尊神人脚踏大火 身躯伟岸 眉心中一轮神眼开启 与脸上的另外两只马眼一起 形成三星朝日之事 冷笑道 马王爷三只眼 我天四神族的三只眼 分别是火之星 火之精 火之阳 他的三只眼中火光熊熊 一如火星 一如火灵 一如大日 目射神光 三道射线蕴藏恐怖威能 熊熊的火光焚化一切 钟月顿时感觉到 他这三眼华光中的图腾纹变化 甚至还要超过大日天魔真经 显然是比大日天魔真经 更加出色的火系功法 这位马面老者 在法天境的修为无比深厚 要超过祖星上的法天境 强者良多 让钟月不由剑烈欣喜 昆仑静的炼气势 果然有些门道 钟月哈哈大笑 身形暴起 就是不知道 他能接下我几成功力 金台上 诸神看向马正风 也是赞叹连连 蛇神尊者道 马王爷 你这弟子的三眼华光 已经有你当年的几分道行 三眼神光 能功能守 变化莫测 乃是一等一的绝学 马正风能将这门功法 修炼到这等造诣 实属难得 马王爷收了一个好弟子呢 马王尊神心中颇为自得 连连道 我这弟子资质一般 但是肯用心下苦功 修炼起来老老实实 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 便是根基扎实 他话音未落 只见云台之上 钟月爆起 八臂放开 全落如雨 竟然与三眼华光一硬碰硬 瞬息之间 便轰出不知多少劝 爆裂无比 那马脸老者马正风 本来打算施展 三眼华光抢攻对手 一瞬间 便被钟月杀到跟前 指得化功为首 以三眼华光 布下一重重光盾 但是下一刻 光盾便被钟月声声打破 钟月栖身近前 一个照面之下 便将马正风打得口喷鲜血 全身骨骼劈里啪啦作响 骨骼错位 如同一滩烂泥般 从空中坠落下来 马王尊神眼角乱跳 只觉脸面挂不住 嫩得道 他根基虽然扎实 但是缺少变通 遇到同样根基扎实 又懂得变通的炼气势 那就有些不敌了 说吧 自己老脸也是羞红 我动用了五成修为 云台上 钟月缓缓降落 动容道 昆仑静的炼气势 果然厉害 大言不惭 突然 青似神族炼气势冲天而起 摇身化作牛手神人 两只犄角怒插苍穹 泪胸大吼 咆哮道 中山士 你不过仗着肉身本事 欺负一头老马 你可敢与我一战 他的肉身雄壮无比 遍体肌肉疙瘩 可见神力无穷 我的弟子 摇尺金台上 牛尊者满脸堆笑 向四周的诸多神明笑道 这是我的弟子牛青山 我们青似神族 是一向不吹牛皮 不过我这弟子 的确是出类拔萃 从他身上 可以看到我当年的影子 这小子的力量 堪比我当年的力量 诸神纷纷赞叹 却在此时 钟月摇身一晃 从冥王真身化作一头 珠红色独角抱怨 头顶天 脚踏地 仰天咆哮 变成朱雁真身 西皇第一大力神族 青似神族牛青山怒吼 与钟月轰然碰撞 两人拳头相撞 仿佛山巒崩塌 巨响轰隆 震得下方许多练气势 头云眼花 有些修为低的 直接被震得吐血 咔嚓 牛青山手臂断裂 骨头叉子刺破牛皮 露出白森森的断骨 牛尊者愕然 突然只见牛青山 低头向钟月底去 两根牛角直插钟月胸口 钟月探手抓住她的双脚 一头朱雁抱怨 一头青牛神人 在半空中掘力 牛青山突然另一只 手握拳轰向钟月胸口 牛尊者心中暗赞 却在此时 钟月用力一抽 将两根牛角 从牛青山头上 生生拔下来 向下重重插去 插在牛青山的后背上 在飞膝向上顶去 顶在牛青山的下巴上 只见空中满口碎牙乱喷 牛青山飞上半空 直挺挺坠落 砸在地面上 扑扑两声 牛角从她后胸进去 前胸出来 伤口滋滋飙显 牛尊者其他弟子 连忙抢上前来 将她抢救回去 还是五成站立 钟月微微皱眉 有些不悦 低声道 昆仑境的炼气室 难道便没有能够 让我使出全力的吗 放肆 蛇神尊者的弟子 飞升而起 在半空中 化作人手蛇神的巨人 尾巴扫起 向钟月卷去 冷笑道 你算什么东西 胆胆小觑昆仑境的炼气室 轰隆 钟月显出福西真身 也是人手蛇身 一硬盖下 那蛇神尊者的弟子 全身骨骼暴碎 如同死蛇般掉落下来 我来会一会念 雨良尊神弟子抱起 化作羽神真身 在半空中与钟月遭遇 怒海滔天 钟月身躯一阵 摇身化作一头昆棚 张口一吸 怒海被他一口吸入口中 随即身形飞起 大昆化作金棚 抓起雨良尊神弟子 捏碎双肩 钟月身形坠落 咚的一声落在云台上 将雨良尊神弟子摔昏过去 四周的雨良尊神弟子健壮 纷纷怒吼 摇身一幻化作雨神真身 各种神通 魂兵统统记起 杀向钟月 钟月化作三族金屋神人 迎着诸多攻击杀去 大日焚天 太阳魔火和太阳真火熊熊燃烧 焚化空中怒海 雨衣横扫 火箭金羽 在半空中汇聚成一道洪流 剑斩所有雨良尊神弟子 只一瞬间 这些雨良尊神弟子便纷纷中见 马脸劳者马正锋镇压住伤势 向自己身边的师兄师弟 抛了个眼色 众人会议 纷纷上前杀去 与此同时 蛇神尊者的诸多弟子 也一发涌上前来 继起一剑剑法天级 真灵级的魂兵 他们一动 牛尊者的弟子 也纷纷怒吼 化作牛手神人 扑向钟月 场面大乱 金台上的牛尊者 马王尊者等神明的脸色 都有些不太好看 钟月阵斥而起 羽翼连斩 将一位雨良尊神弟子 切得遍体鳞伤 双眸张开 阴阳二气纠缠射出 将诸多魂兵斩成碎片 探手向前抓去 漫天火骄龙穿插飞舞 化作千龙臂 熊熊火光从千龙臂中击射而出 将前方一位牛尊者弟子点燃 他五指一扣 化作武龙照将一位蛇神尊者弟子 照在其中 武龙缠身 大字在剑气来回穿刺 东 钟月化作朱焰暴元坠落 踩在一位强者尖头 将他压得骨骼暴碎 接着化作奎龙 泪胸如鼓阵的四周 诸多强者东倒西歪 他闪电般积射而出 脚踏双龙 变化成重离神族 双龙脚腾变化 钟月大开大合 将一位位强者重创吐血 更多的炼气势涌来 突然钟月脑后 突然浮现出一头六目星馋的虚影 庞大无比的蛤蟆 蹲聚在空中 身后浮现出六轮明月 蛤蟆张开大口开吼 蟒箍 顿时四周一片大乱 一个个炼气势 被震得东倒西歪 修为实力较低的炼气势 更是被轰击的深部游几飞起 四面八方飞去 有人甚至被狂风卷在半空 手舞足蹈 不知被吹飞到何处去了 糟糕 一部流神使出了十成法力 钟月心中一惊 连忙收回法力 只见四周云台上的炼气势 哗啦啦坠地 到了一大片 只剩下 他还站在中央 地灵四番六章 龟虚盘逃 在昆仑静这等六月照耀之地 催动月灵云神威力 真是非同一般 钟月又惊又喜 缓缓散去背后的六目星蝉 昆仑静有六轮明月 六轮明月被阴星蝉的六只眼眸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他的月灵壮大了许多 而且月灵也觉醒了更多的图腾纹 实力大增 刚才他小事牛刀 一不留神便将月灵的威力 催发到极致 莽姑一吼将围攻的众多强者 彤彤吼飞 可见月灵得到的好处之大 云台上一位为炼气势 纷纷向他看来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钟月刚才千变万化 将诸多神明的弟子 打得落花流水一般 这等战力 实在惊人 阵阵呼痛声传来 那些被重伤的神明弟子 都没有丧命 不过想要起来 却没有可能 钟月尽管没有痛下杀手 但是被他击中 想要恢复过来 却没有那么容易 钟月微微皱眉 拱手道 诸位师兄 刚才得罪了 八只金光猴也是看得呆了 天气南南道 钟师兄竟然这么厉害 天一连忙向秋劲道 秋家小妹 你师哥一向这么生猛吗 秋劲摇头道 我师哥一向以德夫人 她也有些心虚 不敢再说下去 少女暗暗盘算一下 钟月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无论是一剑出西荒 还是南荒刀劈火都城 亦或是大闹魔族荒城 又或者与他一起偷遍西荒神庙 哪一剑 好像都与以德夫人扯不上关系 天一突然哈哈大笑 毛茸茸的爪子插腰 得意洋洋道 既然你师哥这么猛 那我还装什么孙子 秋劲愕然 八只金光猴中 就属天一最靠谱 怎么如今也是一副不靠谱的样子 摇尺金台上 马王尊神 蛇神尊者等神明脸色阴沉如水 只觉脸皮挂不住 与良尊者咳嗽连连 故左右而言他 脸色却忍不住红了 金无尊神沉引道 看来这个中山是不是妖族 他连连变化 倒很难看出他是什么种族 他的修为倒是不弱 与我当年仿佛 不是普通的法天精炼气势 所能匹敌 刚才听他的语气 好像不是我们昆仑镜中的炼气势 莫非是来自其他心域 其他心域 金台上众神闻言 都是心中意灵 在昆仑心域附近 还有着其他心域 也有神魔 都是当年天庭崩塌 碎片散落 一些逃过一劫的神魔的后裔 其中也有不少强大之辈 中最有名的便是阿陀敬 是魔族七夕之地 与昆仑禁宿来有不和 难道是阿陀敬的魔族炼气势 前来扰乱摇池盛会 摇池云台上 突然一位年轻男子走上前来 施礼道 钟师兄 你的本事 足有少年神魔的风采 与他们相争 未免丢了你的脸面 他们有的是神魔弟子 有的是神魔的座器 你有这等本事 自然应该与少年神魔相争 何苦为难他们 钟月向他看来 心中微动 只觉此人秀为实力极为浑厚 有一种令人心折的气度 笑道 这位兄台说得有理 敢问兄台如何称呼 加此长真尊神 那年轻男子微微一笑 道 我叫长青 钟师兄 应该不是我昆仑禁的炼气士吧 钟月点头 道 我来自祖星 祖星 祖星 长青思索片刻 实在想不出来 祖星是什么地方 笑道 师兄来到这里 莫非也是为了天宫中的盘桃 钟月心中微动 盘桃 几只金光猴涌上前来 兴奋到 真有盘桃这等神药 是不是在西王母的园子里 吃一颗长生不老 好吃吗 你也吃过吗 这几只金光猴七嘴八舌 说个不停 长青等待他们说完 这才笑道 盘桃是神药 虽然神圣 但没有长生不老的功效 不过 盘桃能够延年益寿 却是真的 一颗盘桃 可延长几百年寿元 有的甚至可以延长千年寿元 即便是神明也只有万年的寿命 时间一到一命呜呼 最多能保存元神不死 所以这盘桃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因此 每次摇吃盛会 诸神都会赶来 秋剑也凑过来 惊讶到 如果一颗接着一颗的吃 岂不是能永生不死 不能 长青摇头道 肉身有寿元 元神也有寿元 提升到极致 基本上就再无提升可能 所以 就算一直服用盘桃 也是会死 钟月询问道 希望母国真的有盘桃 没有 长青笑道 这世间有盘桃 但是不在希望母国 真正的盘桃 在原来的昆仑天庭中 是轮回大圣地所 种下的神药 我们昆仑中 没有这等神药 昆仑天庭破碎后 其中在这盘桃源的天庭碎片 跌入破碎的六道轮回中 那些破碎的六道轮回 被称为归须 想要寻到盘桃 须得去归须 那里极为险恶 神魔若是前往那里 便会触动诅咒 生死盗销 钟月突然想起 那尊邪恶存在 打碎六道轮回的情形 当时无数神魔死亡 而那尊邪恶存在 没有攻击那些神魔 那些神魔便自动变成白骨 生死盗销 看情况 的确像是一种诅咒 这种诅咒只针对神 对于不是神的 炼气式来说 却没有效果 而且 每隔千年时间 盘桃源所在的龟须 便会出现 有了进入龟须的可能 所以 每千年一度的摇池圣会 诸神便会带着自己 最为得意的弟子门生前来 让弟子门生 进入龟须中 为自己寻找盘桃源寿 常听道 这次我跟随家祠前来 也是因为 家祠已经受缘将近 我打算为家祠寻找到 盘桃为他源寿 而且 听闻当年的轮回大圣地所 种下的盘桃 其中有一株 是先天神药的桃核所出 效果最好 其他盘桃树 都是这株母树的桃核种出 效果不如母树上的盘桃 忠岳心中大动 盘桃虽然不能长生不老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盘桃 颜年益寿 却也不错 毕竟任何人包括神魔 乃至天地 都有寿源限制 寿源一到 便一命呜呼 只能化作灵寄托在虚空之中 借众生的祭祀而不死 盘桃对忠岳来说 还不那么重要 但是对那些 即将生死盗消的老神魔来说 那就无比珍贵了 足以让他们倾尽一切去换取 龟须中除了盘桃 还有其他各种神药 也是极为珍贵 但也极为凶险 常青笑道 钟师兄刚才击败的那些炼气士 不过是小角色 其实被神魔看中的弟子 大多都拥有少年神魔的战力 即便如此 在龟须中 也未必能够保得住性命 忠岳点头 问道 这些炼气士 都是什么修为 常青道 单元镜是最低级的 低于单元镜的炼气士 根本没有前去的必要 法天镜 真灵镜才是主力 至于通神镜 因为通神镜的强者接近神明 如果去的话 也会沾染诅咒 虽然不会像神魔那样 生死盗消 但境界被打落 肉身腐烂 生不如死 除了我们昆仑镜之外 还有阿陀镜的魔族 也会派炼气士进入龟须 因此 每一次都是一场血战 这次天无尊神 带着这八位小兄弟前来 估计也是想要分得一杯羹 他说的八位小兄弟 正是天翼等八只金光吼 八只金光吼的 修为实力都是不弱 单对单或许算不上 少年神魔这等层次的强者 但是八只金光吼联手 足以横扫一大片强者了 其实他们八个 应该是一个才对 长青看着八只金光吼 笑道 我说的对不对 其实 你们也是一头天无 八只金光吼一起眨眨眼睛 异口同声道 放屁 长青冷笑道 天无乃是虎头 是金光吼的头颅 有八手八面八足八尾 你们八个如果合体 正是一尊天无神族 八头金光吼的力量 累加在一起 能够匹敌你们的 恐怕寥寥无几吧 你们之所以没有合体 估计是天无尊神 打算让其他强者 对你们不加防备 在归虚中 你们再合为一体 夺得神药 天无尊神的确是好本事 居然能将你们一分为八 确实出乎其他神魔意料 不过你们放心 我还不至于将这件事捅出去 钟月和秋剑看向 这八只金光吼 惊疑不定 八只金光吼眨眨眼睛 笑道 你说的天花乱坠 我们差点就信了 不过 我们怎么不知道 我们是同一个 钟月突然眉心第三神眼开启 上下打量这八只金光吼 心中一灵 只见这八只金光吼 都是同一种血脉 没有任何区别 魂魄也是相似 似乎是一个整体 再加上他们修炼的功法 是八种不同的功法 从这些功法凝聚出的图腾纹来看 不算特别出类拔萃的功法 不过如果八种功法合并在一起 那就极为恐怖了 这些神魔 果然都不是一语之辈 估计每尊神魔都栽培了几个出雷拔萃的弟子 用来在龟虚中争夺盘桃 钟月心中暗赞 天无尊神看起来毫无心机 但其实心机极为可怕 我估计 连这八只金光吼都不知道 他们其实是同一尊天无神族 其他神魔 估计也有极为可怕的手段 确保自己的弟子 能够得到盘桃神药 常青笑道 钟师兄修为实力非同小可 只是那些神魔 要隐藏自己真正的杀手锏 这才没有派出真正的强者出现 否则你即便能够取胜 也不会这般轻松 在龟虚中凶险重重 除了要防备魔族 还要防备其他神魔的弟子 除此之外 还有龟虚的凶险 所以 常青想与师兄联手 共探龟虚 第零四三七章 传颂金服 钟月微微一笑 没有立刻答应 笑道 容我考虑一二 常青叹了口气 双手抄袖 衣衫下摆无风自动 悠悠道 常青实在不想在龟虚中 与钟师兄为敌 钟月哈哈大笑 衣袍翻飞 哦 我也不想 现在便与常青师兄为敌 你可以把手 从绣筒里抽出来了 常青没有立刻抽出手掌 突然攻身失礼 笑道 既然钟师兄不乐意 那么小弟也不敢勉强 钟月横身挡在秋剑身前 抱拳还礼 笑道 客气 客气 轰隆 两人之间突然爆发出 惊雷般的巨响 雷声在他们二人中间滚动 秋剑和八只小金光吼 都是心中一惊 只见钟月和常青二人体内的图腾纹四翼 从体内钻出 交织成图腾纹链 在瞬息之间便连续碰撞数百击之多 常青眼中金光闪动 双手正要从绣筒中抽出 钟月冷哼一声 眉心第三神眼突然张开 常青心头一跳 感应到钟月的杀鸡 立刻飘然后退 双手依旧不曾从衣袖中抽出 笑道 钟师兄 若是他日在龟虚中相见 还请留个情面 好说 好说 钟月放下双手 眉心第三神眼闭合 客气道 秋剑纳闷道 师哥 刚才他为何要向你动手 他想试探出我的根底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钟月目光依旧落在常青 远去的身影之上 轻声道 我没有答应与他联手 所以 他要看到我的本事 是否会在龟虚中成为他的对手 他的另外一种打算 却是要趁我不备 废掉我 他的双手拢在绣筒中 已经准备好神通和魂兵 若是稍有不慎 他便会全力出手 他出手时是对着你 先向你下手 让我去救你 我救你时 便会着了他的道 秋剑心中一惊 钟月继续道 这个人 阴险狡猾 不可不防 我刚才没有答应他与他联手 便是醒悟神魔的手段深沉 而常青 身为常真尊神之子 神明血脉 无论智慧还是手段 都远在他人之上 所以告诉他 我要考虑一二 真正的原因 是要看他真正的为人 他见我没有答应 知道我谨慎 所以便双手抄袖 动了胸面 秋剑这才恍然大悟 心头砰砰乱跳 男男道 我们与他素媚平生 为何要这么险恶地对付我们 因为我太出色了 钟月怯然道 我这么出色 所以引起他的忌惮 差点就连累了你 秋剑重重点头 认认真真道 师哥 我觉得 有时候你需要低调一些 太出色的话也不太好 容易招人恨 钟月唏嘘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我如同锋芒如同锋芒 装在袋子里 也会刺破袋子 师哥 你觉得长青的实力怎么样 秋剑问道 钟月淡淡道 很强 但是比我差了点 我觉得也是 八只金光猴大眼瞪小眼 看着这对师兄妹 在那里 你一言我一语 秋剑吹捧钟月 钟月也是自我吹捧 不由有些哭笑不得 心道 这对师兄妹 比我们的脸皮还厚 对了 你们八个怎么合铁 秋剑注意力转移 看着八只胖嘟嘟的小金光猴 好奇道 刚才长青说 你们其实是一尊天无 你们怎么才能变成一尊天无 八只胖狐仔 你看我我看你 都是一片茫然 秋剑上前 抓住这些虎头虎脑的 小家伙脑后的软皮 将它们堆在一起 一脸期待地看了片刻 八只金光猴始终 没有动静 少女不由扑斥笑道 好像一笼包子 接着 这少女又将这些胖嘟嘟的小家伙 排成一列 又忍不住笑了 现在像是糖葫芦 八只金光猴 又被他围成一个圆圈 笑道 现在又像是煎饼了 你怎么都是说吃的 八只金光猴纳闷 突然天二惊恐道 你该不会想吃掉我们吧 秋剑凑来凑去 还是没能让这八个小东西合体 中月笑道 剑不用试了 他们修炼了八种不同的功法 这八种功法统合到一起 需要一门总纲 没有总纲 无法合八为一 估计这门总纲 是在天无尊神手中 还没有传授给他们 而是要等到规须开启时 再传给他们 我现在好奇的是 这么多神魔真正的弟子传人 到底有多强 他心中豪气激荡 数千尊神魔 其花费千年时光栽培的弟子 拥有少年神魔的战力 能够与这等存在交锋 交流彼此见解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加以改进 将这些强者统统打倒 才是真正的快意 他恨不得 现在便将这些少年神魔揪出来 一较高下 师哥 我们不是昆仑镜的人 怎么进入闺序 秋剑突然问道 中月呆了呆 皱了皱眉头 让神魔魂牵梦绕的盘桃 对他来说 吸引力不大 他修成六道轮 开启肉身原神六道轮回 肉身与原神寿命等同 也就是说 他修成神魔之后 估计会有五万年的寿元 远比其他神魔长寿 不过盘桃这等神药中的质宝 绝对可以卖出个大价钱 换来不知多少剑门 需要的灵丹妙药和材料 功法 甚至宝物 而且闺序中其他天才地宝 必然不在少数 甚至说不定能够寻到 其他神药一宝 但秋剑也的确指出了难题所在 他们不是昆仑静的人 谁来指引他们进入闺序 天一 你们家老爷有没有对你们提起过 如何进入闺序 中月问道 天一点头道 有过 只要登上云台 便会被传送到闺序中 中月和秋剑心中一喜 天一继续道 不过还要有传送金服 否则便会被留在云台上 而且我还听老爷说 如果金服丢掉了的话 那就会永远留在龟须无法回来了 曾经有不少蠢蛋 在龟须中把金服丢了 结果就死在龟须中了 中月皱眉 突然 一位俊朗男子走来 丹凤眼修长眉 眉毛如同凤翅般 似乎要飞起来 欠身道 敢问两位是否是中月中师兄 秋剑秋师姐 中月点头 疑惑道 阁下是 凤凰神族炼气室 凤明山 那位俊朗男子 取出两块金服 道 公主让我交给两位 中月收下这两块金服 愕然道 凤凰族的公主 敢问你们公主是 我们公主可不是凤凰族的公主 而是西王母国的公主 凤明山笑道 两位 明山先行告退了 说吧 转身离去 中月打亮两块金牌 向八只胖嘟嘟的金光吼道 你们是否知道 西王母国的公主是谁 八只金光吼笑道 赤血公主 下一任的西王母 开启了六道轮的逆天存在 连这个你都不知道 中月和秋剑愕然 中月想起那个 机灵古怪的豹尾少女 南南道 她是西王母国的公主 不太像啊 中月 秋剑 继续在云台上观蓝景致 很快中月 便留意到 诸多炼气室之中 有一位位实力极为强大的炼气室 要比马正锋等人强横许多 想来便是昆仑静的 诸多神明 精心栽培的弟子 这些年轻强者 的确可以当得上 少年神魔的称号 刚才中月与马正锋等人对决 这些强者并没有露头 中山是中月 原来你躲在这里 中月感觉到两股杀鸡涌来 回头看去 心头一跳 只见彭经义彭千秋 两位昆蓬神族的巨拨 竟然也来到这摇齿云台 杀气腾腾地站在不远处盯着自己 两位贤兄 别来无恙 中月微笑道 彭经义 彭千秋冷哼一声 迈步走来 中月淡淡道 两位贤兄最好不要放肆 这里是西王母国重地 诸神灵力 在这里动手的话 你们二位当心诸神动目 彭经义彭千秋心中一惊 抬头看向摇齿云台上空洞荡的神光 忌惮万分 突然 马正锋走来 笑道 原来是昆蓬神族的师兄 天四神族马正锋 见过两位 久仰昆蓬神族的大名 家师马王尊神 想要见一见二位 可否给个薄面 尊神要见我们 彭经义 彭千秋心中凛然 对视一眼 缓缓点头 跟随马正锋离去 马正锋引领两人登上金台 拜见马王尊神 两位聚拨连忙见礼 马王尊神抬手 呵呵笑道 不必多礼 我原以为我昆蓬镜 没有了昆蓬神族 没想到今日还能见到两位 敢问两位从何处来 彭经义彭千秋不敢怠慢 躬身道 晚辈来自祖星 祖星 马王尊神动容 呵呵笑道 原来是那里 两位小友 那个中山氏 是什么来历 也是来自祖星 是人族 彭经义道 人族 马王尊神眯了眯眼睛 陈寅道 人族的炼气势 怎么可能这般强大 我昆蓬镜中 也不曾有这般厉害的人族 两位小友与他有仇 彭千秋咬牙切齿道 深仇大恨 不共戴天 马王尊神哈哈一笑 啊 这等小角色 我一根手指头 便也碾死了 两位小友 我有一事相请 而在此时 常青来到 常真尊神身前 躬身道 娘亲 那个中山氏 你是否探出身前了 常真尊神寻问道 极为可怕 是孩儿的劲敌 常青微笑道 不过像他这种高手 我昆仑镜不在少数 夸富足的强者 便非常可怕 孩儿以为 我这次最大的对手 还不是他们 而是赤血公主 常真尊神点头 笑道 他开启六道轮 你逆开五轮 未必便会比他逊色 他这下一任西王母 我看坐不稳 西王母国中 有不少皇亲国妻 巴不得他死在龟虚中 这一代的西王母 万年大寿已到 也没有多少寿元了 若是赤血公主 命桑龟虚 西王母没有盘套岩寿 下一代的西王母 还不知要落在 那位神女手中了 常青公身道 也有可能是娘亲 第零四三八章 千年一度龟虚线 距离昆仑境 不知多远的混乱心域 一颗颗星辰 如同沸腾的锅里的豆子 被混乱的引力抛动 毫无规律地运转 而在群星之间 则是阿陀镜 当年昆仑天庭崩塌 其中一块天庭碎片 载着诸多魔神 坠落到此间 形成阿陀镜 阿陀镜中的魔神 繁衍生息 魔神后代绵绵不绝 因为地处险恶之地 到处都是凶险 甚至天空中 也时不时有巨大的 星辰碎片掉落下来 所以 魔族也异常强大 站在阿陀镜向天空看去 看到的是混乱的天象 星辰移动毫无规律 形成天然的封闭区 让阿陀镜中的魔族练气势 无法走出阿陀镜 魔神倒可以穿过混乱星域 但也是凶多吉少 这一日 号角声响起 阿陀镜的阿陀天空中 诸多古老的魔神 率领各自的得意门声 抬头仰望天穷 只见原本 便已经混乱如麻的群星 突然间变得更加混乱 一颗颗星辰 像是老鼠遇到了猫 四面八方飞去 划破天穷 天空中 一尊伟岸的魔神徐徐站起 抬起手 咬指混乱的忠心 那里 群星汇聚成洪流 漩涡般旋转 一座幽暗的陆地 徐徐出现 归须 终于要出现了 苍老无比的阿陀天主 张开双臂 声音洪亮 我阿陀镜的魔神子民们 振奋精神 准备前往归须 这一路上 你们会遇到诸多危险 会遇到昆仑境的炼气士 给我杀 杀光他们 夺得盘桃神药 杀 诸多魔族炼气士 高声咆哮 摇尺惊台 昆仑境的诛神 也在抬头仰望 巨大的漩涡 像是黑洞一般 仿佛一张深不可测的大口 一座陆地 缓缓出现 那里就是归须 六道轮回破碎之地 所谓归须 意思便是 星辰死亡归去的废墟 形成六道轮回的是 六大银河星系 轮回破碎 无数星辰被黑洞吞噬 形成归须 当年六道被打碎 无数星辰死亡 一颗颗星辰太阳相互撞击 引力越来越大 变成一个无比恐怖的黑洞 每隔千年 黑洞爆发一次 将无法吞噬的物质吐出 而这物质 便是昆仑天庭的残片 这次爆发过后 昆仑天庭残片 便又会被吸入黑洞之中 消失不见 因此想要进入归须 只有这短短的时间可以利用 其他时间 都是死路一条 归须中 除了昆仑天庭的残片 还有其他可怖的东西 只是不为人知 六道心碎 归须诞生 承载着长生神药的归须 终于出现了 瑶池金台之上 一尊尊神明抬头仰望 心神激动 承载着他们 严授神药的归须 千年一度 再次出现 而在此时 瑶池云台之上 一根根花表柱渐渐亮起 诸神准备催动 瑶池云台上的传送大阵 将自己的弟子 传送到黑洞中 喷出的归须陆地之中 云台上不知多少 练气是呆呆地 看着天空中群星环绕的黑洞 呆呆地看着黑洞中的 那块神圣庄严的陆地 钟月和秋剑 也是看得瞠目结舌 只觉难以置信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天地伟岸的力量 也是远古诸神的 天庭可怕的创造力 突然 天无尊神飞驰而来 降落到瑶池云台之上 只见这尊神明浑身是血 显然遭遇劲敌 被火证尊神 和五名尊神打伤 天无尊神来不及多说 伸手连指 点在八只金光猴的额头 将一套功法总纲传授给他们 喝道 我先前传授给你们的功法 并非是完整的功法 完整的功法 叫做天无尊圣诀 你们同时催动这门功法 便可以和八为一 集合所有力量 一举成为此次规须之行 最为强大的高手 传颂阵开启时 你们一起催动天无尊圣诀 天一到天八 这八只金光猴傻了眼 难难道 我们真的是同一个天无所化 其他种族 怎么会知道我天无的强大之处 天无尊神笑道 你们是八个个体 也是一个整体 可分可合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老幽的盘桃神药 便全指望你们了 不要让我失望 钟小友 还请多加照顾我这几个弟子 钟月点头 天无尊神飞起 落入摇池金台之中 秋剑上下打量八只金光猴 心中好奇万分 这八个小家伙 怎么合体 金台上 突然又有一个个身影 偏偏落下 降落在云台上 却是诸多凤族练气势 除了凤族练气势之外 还有几位女子 赤雪也在其中 身边还有英女跟着 而其他几位女子 也都是长着豹尾 头佩戴圣 显得英姿飒爽 英气勃勃 很是扬眼 凤族练气势 则像是他们的下属 跟在他们身边 突然 赤雪向钟月看来 眨了眨眼睛 笑了起来 露出两只小虎鸭 这少女身后的 暴尾之溜一声 被收入一群中 消失不见 她虽然看到钟月 却没有上前相见 即便是英女 也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没有前来相会 小狐狸精 秋劲嘀咕道 是白虎 钟月十海中 星火突然到 西王母族 其实是白虎族 神族中最为顶级的神族之一 比八大皇族逊色一筹 这几个女子都是白虎 难怪如此强大 每一个女子的实力都不弱 赤雪是白虎 钟月一正 连忙道 这几个女子都很强吗 都很强 比你不弱 你若是将福西血脉解封 自然会胜过他们 现在 你没有完全解封 胜负就难说了 星火道 白虎又被称作金母 天生强横无比 这个种族以女子为尊 没有男子 如果要繁衍 则会与其他种族的男子通婚 生出孩子 必然也是女子 必然也是白虎 很是奇特 大概因为她们的血脉太强 压过了其他种族的血脉 这个女子 不适合交配 钟月哭笑不得 遇到一个女的 星火总能扯到 繁衍福西神族上去 恭迎金母援军 突然 金台上诸神下拜 只见一位头佩戴圣的神女出现 却是个美妇人 形容与赤雪有些仿佛 也是长着暴威 威严深沉 伟暗无比 让人只觉神圣压过了妩媚 她的神威浩浩荡荡 压过所有神魔 强大无边 这位便是西王母国的国主 钟月抬头打量 神光普照 映照的这尊金母援军 如同天人一般 容颜亮丽无双 看起来像是赤雪的姐妹 丝毫也不显老 行道 今年是西王母万岁受淡 她怎么一点都不显老 正想着 这位西王母徐徐抬首 声音显得有几分苍老 徐徐道 千年一度归须县 昆仑天亭盘桃乡 归须中有许多凶险 朱青一定要小心行事 随后西王母向诸神点头示意 荆台上诸神纷纷高鹤一声 只见云台上的华表柱 光芒越来越盛 渐渐的光芒如同流水 将云台上的所有炼气室 淹没在光芒之中 催动这等跨星际的传送大阵 需要极为浑厚的法力 或者用神兵替代也是可以 星火当年将钟月传送到太阳上 便动用了神兵 将一件神兵的力量耗尽 这才将它传送到太阳表面 又从太阳表面 传送到月亮上 而那口神兵也因此威能耗尽 被太阳烧熔 彻底毁掉 若是换作其他低档次的魂兵 恐怕传送到一段距离 便会耗尽能量 被丢在半路上 若是传送到龟须 被丢在半路上 绝对会被黑洞吞噬 不过这里有数以千计的神魔 一起催动传送大阵 没有后顾之忧 不用担心传送到一半 被丢在半路 光芒中 八只金光猴连芒 同时催动天无尊圣绝 八只胖嘟嘟的小老虎 顿时双双合并 变为一体 化作八手八尾 八尺八足的天无 云台上光芒如此赤裂 它们何为一体 也没有人发现 中月握紧秋剑的仙仙玉手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轰鸣 只见五颜六色的光芒 将它们裹住 瞬息间便穿过 后面的昆仑镜高空雷层 如同电光般 向那龟须急迟而去 其他练气室 也被光芒裹挟 飞速前行 一轮轮巨大的月亮 从它们身边一闪而过 接着是一颗颗绚丽的星球 没过多久 昆仑镜的双子太阳 出现在它们眼中 如同两个巨大的火球 一前一后飞逝而去 传颂阵的速度越来越快 一日之后 中月和秋剑 只能看到一颗颗巨大的星辰 一晃而过 如同流光一般 还没有看清 便消失不见 横跨星际的传颂大阵 由昆仑众神主持 的确匪夷所思 两日之后 不知传颂了多远的距离 突然间古怪的引力传来 扰乱传颂光流 中月心头一惊 只见环绕它们的五色光芒 不断震战 险些被扯出传颂光流 咯咯咯咯的响声传来 刺耳无比 不会要出问题吧 星火惊叫道 乌鸦嘴 中月咬紧牙关 怒斥道 滚滚的黑气涌来 黑气如雾 其中一艘巨大无棚的金船 出现在传颂光流的旁边 巨船如同星球一般庞大 遍布图腾纹 秀极斑斑 死气沉沉 大船破破烂烂 一句句伟岸无比的枯骨 站在楼船上 也是破破烂烂 空空洞洞 眼眶齐齐 向传颂光流中的 一个个身影看去 哈 中月耳边似乎听到 这些神魔骷髅哈气的声音 这艘金船 竟然也没有被 归须黑洞所摧毁 接着黑洞喷发 而从黑洞中逃逸出来 金船咯咯咯咯作响 缓缓驶向光流 让光流的颤动更加剧烈 中月和秋剑 顿时感觉到 传颂被顿住 无法挪动身形 星火点灯 中月额头冒出冷汗 探手将那盏 破破烂烂的铜灯 抓在手中 星火从他眉心中飞出 落在灯芯之上 灯光大放 驱散黑雾 金船上 一具巨神魔枯骨 连忙抬起枯手遮挡在眼前 大船栩栩驶驶离 传颂光流顿时恢复正常 刷得一声飞驰而去 将那艘破破烂烂的金船 抛在身后 第零四三九章 摘头 中月松了口气 星火从灯芯上飞起 又返回到他的石海之中 中月收起铜灯 心有余悸 这些神魔枣 已经死了不知多久 为何枯骨还如同活着一般 是六道轮回 星火语气凝重 道 归须是六道轮回破碎之后形成 估计是带有轮回的某些性质 让他们死而未死 被困在轮回路上不能解脱 中月似懂非懂 回头看去 金船早已不见踪影 六道轮回 能够让神魔长生不死 星火也是对六道轮回很势不解 难难道 我沉睡的这段时间 居然有强者创造出 这等惊天地气鬼神的六道轮回 真是了得 这六道轮回到底是谁确立的 纵光火迹时代 历代碎黄雄才伟劣 也不曾弄出六道轮回这等逆天之物 一路上 中月和秋劲 又看到从黑洞中 喷发出的许许多多奇怪的东西 有巨大的陆地 有星球般庞大的骷髅头 还有难以想象的神兵碎片 除此之外 他们还看到不知名生物的残骸 引力扭曲形成的通道 最为奇怪的 便是那些奇异的通道 通道的尽头 是一颗颗星球 看起来如同光怪陆离的世界 不知是什么原因 让黑洞中的通道 与那些星球相连 好像通过这些通道 可以到达这些星球 丘吉尔低声道 不过很多通道 有些地方已经崩塌 如果进入其中 恐怕会有很大的凶险 传送光流一晃即逝 即便路途中遇到重宝 也只能望而心叹 突然 中月看到一尊巨大的神人 家夫而坐 漂浮在黑暗之中 被黑洞喷出 那巨人栩栩如生 就那么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 其他神魔都被诅咒所杀 只剩下骷髅 而这尊巨人 却依旧完好无损 没有半点伤痕 甚至连龟虚黑洞 也无法消化掉它 不得不将它喷出来 传送光流使过 居然消失不见 中月和秋剑 心头依旧在震撼之中 中月喃喃道 连龟虚黑洞都无法奈何它 这尊神不会还活着吧 秋剑摇头道 不知道 不过听说昆仑天庭 已经破碎了十万年了 十万年前形成龟虚 应该没有神能够存活 这么长时间吧 终于 龟虚大陆在望 传送光流的速度 也渐渐放缓 中月四下看去 只见一道道从天而降 比直落下 落到龟虚大陆的各处 它与秋剑二人 也被光柱送下 带到光柱消失 浩瀚雄奇的龟虚大陆 终于出现在它们的眼前 空中 大河奔流 斜斜落下 穿入大地之中 又从远处的一座 大山半山腰处 破山而出 继续在空中流淌 不知驶向何方 距离它们不远处 巨大的神魔尸骨 被绊埋在泥土之中 露出根根肋骨 扣成一个个拱桥 连接断崖 荒凉 寂静 没有人焰 这座龟虚大陆 被鹰雾笼罩 显得很是幽暗 但幽暗之中 又有神圣气息 这些神圣气息 从那一座座 残垣断壁的宫殿之中 散发出来 这里是曾经的 第一六道界的天庭 建在无双六道巨人的 头颅之上 是轮回大圣地所居之地 总览第一六道界 所有证物 而无双六道巨人的 六只手上 托着其他六座天宫 昆仑境 是其中一座天宫的碎片 正是因为 这里是轮回大圣地的天庭 所以能够抵抗 龟虚黑洞的磨面 好沉 中越活动一下身躯 不由微微皱眉 这里的引力极大 一举一动 都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力气 他身后显出金乌双翼 震翅飞起 刚刚飞出十多丈高 便无法飞得更高 而且 法力和体内消耗很大 只得降落下来 丘杰施展一式 木系神通 打算化作百里剑灵 只见神通施展出来 却只在他身边 十丈不到的地方 而且 从前丘剑施展这是神通 化作的是参天巨木 巨木为剑密布成灵 而现在 则变成不足一尺来高的草型剑气 师哥 这里对神通的压制 也很厉害 中越点头 施展大日无疆 只见空中浮现一轮大日 被压得只有几十丈方圆 他心面一动 观想蛟龙 化作万龙图 这可是龙腾百变中 最为强大的一招 万龙图出现 但见一条条被压得堪比 蚯蚓的蛟龙 出现在空中 来回游动 这压制也太厉害了 中越长长歇了口气 记起自己的元神 元神被压得只有一丈六七 丘剑也连忙记起元神 木曜剧盲元神 被压得不到只有三四尺高 丘剑愕然 突然交喝到 灵体合一 扑 一个三四尺高的小女童 出现在中越面前 娇小可爱 中越哈哈大笑 丘剑连忙散了灵体合一 脸蛋红红的 这里的压制很强 估计是黑洞的潮汐引力 必然会干扰到我们的修为实力 中越目光闪动 道 劲 你我最好先熟悉一下自身的神通 魂兵攻击范围和攻击力 然后再行动 秋劲心中一领 点头秤势 在归须大路中 一切都被镇压 元神 精神力 肉身 神通 法力 若是不熟悉如今的情况 有可能便会出大问题 比如 原来神通可以笼罩树里 如今变成数仗 原来神通可以攻击数百里外的对手 现在只能打出数十仗 除此之外 还有攻击速度 奔行速度 都必须要提前掌握 否则战斗时便会估算错误 让自己陷入被动 甚至死亡 尤其是魂兵的威能 也需要掌握清楚 在这里 魂兵还能剩下多少威力 熟悉了之后 掌控在胸 便是胸有成竹 方能克敌取胜 钟月和秋劲连连试验 将自己的一切掌握 已经过去了大半日时间 四周安静的可怕 没有任何声响 只有诡异的雾气在飘动 钟月眉心第三神眼张开 打量四周 搜寻一番 眼睛一亮 道 劲 那边好像有神药才有的光芒 两人立刻向前走去 没过多久 便来到那具巨大的神魔枯骨前 登上古桥向对岸走去 钟月突然停下脚步 抱住一根肋骨 丘劲吃惊道 师哥 你做什么 收起来 钟月奋力将这根肋骨抬起 笑道 这么巨大的神骨 如果收起来细细打磨剂脸 也可以练成了不起的魂兵 轰隆 神魔枯骨突然震战一下 钟月正了正 将这根肋骨举起 神魔枯骨横在断崖的两旁 没有头骨 两根巨大的腿骨 则夹在山崖的两边 突然 两条腿骨又动弹一下 接着大地震动 两根臂骨破土而出 撑在山崖两岸之上 呼 这尊神魔尸骨冉冉升起 将钟月掉在那根肋骨上 这尊枯骨竟然撑着山崖 许许站了起来 秋剑站在下面 抬头仰望 连忙叫道 师哥 快松手 钟月松手 坠落下来 刚一落地 立刻拉着少女撒腿狂奔 两人背后 无头尸骨高达千丈 胸腔中传来呼呼的声响 我的头 我的头何在 谁拿走了我的头 那无头尸骨迈开脚步 向两人大步赶去 巨大的白骨手掌 向两人抓来 胸腔中风声震动 还我头了 钟月转身抱贺 神魔太极图浮现 万神万魔围绕 神魔太极图飞舞 攻身一半 神魔朝拜 轰 他最强一击 这只白骨大手碰撞 神鼓大手被震得高高抬起 钟月嘴角一血 转身拉着秋剑狂飙去 我的头 那尊无头尸骨大步追来 一掌拍下 地面裂开 钟月和秋剑发力狂奔 身后的神魔无头尸骨 也是发力狂奔 连连向两人拍去 突然 前方传来说话声 只见几位形容古怪的炼气士 正连妹走来 躲开 钟月抱贺道 那几位炼气士 看到狂奔而来的两人 微微一正 突然大喜道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两个小鬼 便是昆仑镜中的炼气士吧 这几位炼气士 各自记起魂兵 远远便向钟月和秋剑杀去 大笑道 好叫你们死得明白 我们乃是大盹魔神弟子 我叫顿祖 这位是我师兄顿齐 没兴趣 钟月与秋剑比之冲来 那几位阿陀镜的魔族炼气士的魂兵 飞出离许 突然微能耗尽 坠落在地 几位炼气士都是微微一正 有些手足无措 钟月探手 一手一个将这些魂兵抓起 秋剑则抓住另外两口魂兵 两人一跃 从这几位炼气士头顶跃过 这对肩夫阴妇 抢走了我们的魂兵 顿祖气急败坏道 秋剑毕竟还是善良 回头道 你们快走 后面来了个大家伙 什么大家伙 顿祖刚刚收到这里 突然一只神鼓大手探来 捏住他的脖子轻轻一提 将他的脑袋摘下 其他几位魔族炼气士 心中骇然 抬头看去 只见千丈无头白骨 从迷雾中走来 站在他们面前 将顿祖的头颅 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脖梗上 诡异的是 顿祖头颅蔓延出一道道肉牙 与白骨相连 只见顿祖眼珠子 一上一下转动几圈 我有头了 神魔枯骨洗道 这颗脑袋太小 我还需要更多的头 扑 他摘下另一个炼气士的脑袋 也安装在自己的脖梗上 剩下两位魔族炼气士惊叫 连忙转身变逃 被这神魔枯骨 一手一个抓在掌心 摘下脑袋中在脖梗上 四颗脑袋挤在一起 纷纷笑道 好 好 不过还是需要更多的头 越多越好 第0440章 冤魂果树 该不会这尊神魔枯骨 也被六道轮回影响了吧 中越和丘劲总算将那尊神魔枯骨甩开 这才放慢脚步 中越心中微动 细细感应 的确感觉到 天地间有一种奇妙的力量 充斥在归虚之中 这种力量 是其他地方如祖星 或者昆仑境所没有的 应该便是六道轮回的残存能量 炼气士体内的六道轮 与六道轮回之间 有没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中越催动体内的六大元神秘境 化作六道轮 不由心中凛然 他感觉到 那种奇妙的力量 在不知不觉间 向自己涌来 源源不断地流入六道轮之中 他连忙细细查看 自己的元神秘境 并没有什么变化 再看自己的修为 也没有任何提升 但是这股力量 的确在不断进入他的体内 而且是自动进入 他体内的六道轮中 即便他想阻挡 都阻挡不了 六道的力量 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股涌来的力量 去了哪里 中越内侍自身 搜寻六大元神秘境的 所有角落 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突然他不要打了个冷战 我不会也变得 和那尊神魔枯骨一样吧 他不由有一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 显然那尊神魔枯骨 是被六道的力量影响 变成一具活动的骷髅 非生非死 而且 那尊神魔枯骨 绝对与其生前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 判若两人 也就是说 他已经不是生前的他 变成了一个 无比邪恶的存在 而现在六道的力量 进入中越体内 是不是也会发生 同样的变化 中越眼角跳动 六道的力量主动涌来 他也无法制止 他定了定神 心道 现在还是搜寻 龟虚中的神药要紧 若是能够带着一堆神药 回到剑门 对我剑门的好处 必然极大 至于六道的力量 只能由他了 两人向前方赶去 中越已经看到 神药散发出的神光 距离此地不算太远 就在中越和秋剑 快步赶往神光之地 连他自己也没有留意到 他的道义轮道一觅境中 那尊盘古神人 突然动弹一下 双手食指跃动 截出一道印法 顿时六道的力量蜂拥而来 涌入中越体内 不断向那尊盘古神人体内涌去 这尊盘古神人 乃是逆开五轮 从道一觅境中诞生的 开天辟地之神 自从形成以来一直端坐不动 就算中越 调动道一觅境的力量 盘古神人也始终端坐如山 而现在 盘古神人竟然动了 而且还接出一道神秘的印法 引动更多的六道力量 中越一无所查 没过多久 便来到那诸神要坐在的山谷 只见山谷之中 横着一具巨大的尸骨 应该是一尊神尸 而散发出神光的神耀 便是生长在神尸的眼眶之中 神耀高达三丈 上面挂满了一颗颗灯笼果 远远看去 如同一只只神眼 灯笼果十亮十面 惠明惠暗 如同神眼在一开一盒 足足有百十克之多 中越和秋剑 都是倒抽了一口冷气 生长在神尸眼眶中的神耀 是借神魔的尸体中的能量 凝聚而成的灵药吗 若是神魔一身的能量 都被当成营养 被这诸神耀吸收 神耀的灵力会有多强 难怪会挂着 这么多成熟的神果 神魔修为被其吸收 当然要接出许多神果出来 中越和秋剑 都是心头乱跳 正欲上前 突然心火道 这是一株冤魂果树 上面接出的是冤魂果 不能服用 不能服用 中越微微一震 上下打量那株果树 只见神光绚烂 光彩夺目 扑鼻的香气涌来 让人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不动开 舒畅无比 根本不像是不能服用的果子 冤魂果 冤魂索命 什么尸体上接出的冤魂果 便是什么冤魂索命 心火借着他的双眼打量 这是一尊神师上 结出的冤魂果 索命的自然是神的冤魂 以你现在的修为实力 根本挡不住 中越正欲拉住秋剑 突然心中一惊 急忙拉着秋剑向后跃开 只见地底震动 一根根十次从地下击事而出 险些便将两人洞穿 与此同时 只听一个声音喝道 天地戒法 法天相帝 红龙 半空中天地之力喷涌 化作一尊神人虚影 探手便向中越和秋剑拍下 在龟虚这等地方 一切神通 法力都被镇压 即便是中越法天境 也只能施展出杖六真身 这已经是他法天境的极限 而向他们出手的那人 竟然能够借助天地之力 展露出高达百丈的天地法香 实力着实可怕 天地戒法 借天地之法来施展法天相帝 显出天地法香 怎么做到的 中越心中电视火光斑闪过一个念头 他进入法天境 已经有几个月时间 但是对法天境的奥妙 还是所知不多 而祖星上的法天境 炼气使 他也见过不少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天地戒法 摇池云台上 他也见过不少法天境强者 也没有一个施展出天地戒法 向我出手的 肯定是昆仑静的神魔秘传弟子 被称为少年神魔的那批人 中越目光闪动 昆仑中的传承 果然有着比祖星更多的奥妙 那尊百丈天地法香掌力滔滔 如同天青一般压下 中越抬手一印向上迎去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那尊天地法香手掌 与他手掌相碰 手掌顿时崩溃 整尊法香被震成一团云气 中越手掌也只觉有些酥麻 眼睛不由一亮 终于遇到能够接下我一招 而不败的法天境强者了 他抬头看去 只见几道身影从山上奔下 直奔那株冤魂果树而去 丘吉尔观想女娲图 杀气腾腾 高声道 师哥 不要妄动 中越抬手拦下他 沉声道 这株神药让给他们 丘吉尔露出不解之色 疑惑地看着他 哈哈 时时务者为俊杰 那几道身影来到冤魂果树旁边 一位少年握住这株神药 心中大定 抬头向中越看来 微笑道 中山市 你在摇池云台中出手 击败几个不成器的小角色 嚣张跋扈 其实在我看来 你只是一个 在大象面前挥舞拳头的小蚂蚁 只是我那时候 要隐藏实力 没有出手罢了 没想到你 还是识时务 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中越微微一笑道 神要我让给你 不过 你是如何做到天地接法的 可否说一说 那少年将冤魂果树拔起 冷笑 想得到神魔秘传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少年身边 几位炼气士 看着果树上 一颗颗如同神眼的冤魂果 大吞口水 一人嫩嫩道 雷声 这神果 我们是否也能 你们各取一枚 剩下的归我 那少年淡然道 几位炼气士 心中大喜 连忙各自摘下一颗冤魂果 纷纷仰头服下 那少年雷声 也摘下一枚冤魂果 将神果服下 中越摇了摇头 向秋剑道 咱们走吧 且慢 雷声笑道 你不想知道天地接法 是如何接法的吗 只要你能接下我三招不死 我可以将这个法门传授你 不用啊 中越摇头 淡淡道 你已经是个死人 我何必问你 死人 雷声笑道 我又不是人 他话音未落 突然只听砰的一声 他身边的一位炼气士 肉身爆开 整个人化作一团血物 雷声呆了呆 又听得砰砰两声 其他两位炼气士 也肉身爆开 横死当场 雷声脸色巨变 突然掐住自己的咽喉 肉身不断隆起 如同冲击般膨胀起来 顷刻间便化作一个百丈大球 还在不断膨胀 碰 他肉身炸开 也化作一团血物 四位炼气士所化的血物涌动 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只巨大的眼珠子 血淋漓的眼珠滚动来去 落在钟月和秋劲身上 这颗大眼珠子向下坠落 落入那骷髅空洞洞的眼眶中 只见骷髅一咕噜坐了起来 扭头向钟月和秋劲看来 另一个眼眶中空荡荡 漆黑一片 呵呵 你们也要吃我的果子吗 那骷髅抓起冤魂果树 摘下两枚神圣飘香的果子 笑道 快走 钟月不由分说 拉住秋劲便向前狂飙而去 轰隆轰隆的脚步声 从他们身后传来 只听那骷髅的声音忽远忽近 笑个不停 来尝一尝 我用自己的眼睛种出的果实 过了两久 钟月和秋劲 这才将那骷髅甩开 两人都是松了口气 一路走去 两人这才知道危险重重 他们走过一片水池 水池边长着一株神果 异香扑鼻 异象连连 那异象竟然形成一片天宫 龙凤徜徉在天宫中 但是 钟月张开第三神眼看去 只见这株神果的根筋下方 埋着一具具枯骨 比那冤魂果树还要可怕百倍 在他们将要离去时 两人看到几位魔族强者来到那里 结果被弟弟一只只白骨大手抓住脚踝 拉入水池之中 然后传来阵阵咀嚼声 他们还经过一座山崖 山崖上有一个巨大的洞口 一株神药长在这个山洞之中 神光萦绕 神圣非凡 钟月以第三神眼打量山崖 顿时指住进入山洞采摘神药的念头 那山洞乃是一个骷髅的大口 山崖里面埋藏着一尊魔尸 那诸神药便是在神师的口中 师哥 你看 那里有一株神药 丘剑指向远处 道 这株神药 不会也有什么凶险吧 钟月连忙看去 只见一根半人多高的胡萝卜 种在远处的洼地中 阴碎有两三丈高 萝卜周围有一道道神级图腾纹链缠绕 他向四下看去 没有什么异状 走 去吧萝卜 钟月心花怒放 笑道 作词 是